大家好,歡迎來到我們日更頻道。 昨日就同大家講了我關閘那裏有一班水客就準備衝擊關口去走水貨集體一齊衝關。 怎知昨日就繼續收到有網友給我的影片,我們一齊睇睇睇影片上邊是一個什麽的情況吧。 影片上邊見到16號晚上關口這裏是排隊排到這樣, 昨日其實都講過有兩個可能性,第一就是核酸檢測有人過期的問題, 還有一個就是講緊很有可能集中一齊衝, 那你在影片中見不見到他們有沒有拿著好多東西在手呢? 這就交給大家自行判斷了。 而其實如果是逼到這樣的話為何不分流行清貿呢? 而我所知行清貿關口理論上來講應該好快的, 就不會排到現在今時今的情況的。 清貿關口真真正正說迫爆, 我印象中就真係得關口是沒開過那時清貿關迫爆, 大家一齊衝,當時是有好多水貨客的。 而清貿關亦都是因爲過一次,令到那些水客知道, 只要是集齊人數一齊衝的話,海關是完全捉不完, 是好多人可以逃脫的。 所以就變到現在就出現一個這樣的情況了。 那其實這個現象,我相信對住在那裏的市民來說, 都是相當相當困擾的。 但是海關方面可以怎麽去處理呢? 因爲那麽多人亦都是無可能全部可以檢查得到, 他手上帶著什麽是檢查不完的, 一定是會有大量的漏網之餘的。 尤其是現在排隊排到這樣打完蛇餅, 是非常非常之恐怖的一件事來的。 甚至乎在免稅店那裏是排隊等信號一夜同時衝的。 那政府都真是好好地要正視這些問題了, 如果不是繼續這樣演變下去的話, 好可能是會有些意想不到的事會發生的。 因爲現在都是叫做每日只能夠出關出一次的。 那這個狀況在疫情之前是完全大家無可能想像得到會發生的, 但今時今日亦都在發生著。 雖然某部份就講緊是說疫情影響控制疫情, 但實際上是要控制些什麽, 我想大家都應該很清楚很明白的。 那今集和大家睇到這裏先啦, 大家有什麼想講呢, 下面留言啦, 我們下集再見啦,拜拜!